大家好 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呢 主要有三部分内容 一部分内容呢先说一下 大家比较关注的在扎布洛南部 双方的战斗情况 一些进展 当然了这个信息来源我认为 并不是特别可靠 我仅仅进行个交流 然而我并不是特别愿意讲这些内容 第二部分内容是在马林卡地区 我们说呢在目前流露出视频来说 战斗相对激烈的地方 一个是扎布洛南部 就是小托克马克逊 这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大沃诺希尔凯 前面我们说了很多 还有一个方向就是我一直说的 顿内斯科市附近四个方向 昨天我们说了两个方向 匹斯基和格拉西诺 格普卡今天再说一下 马林卡这个方向 这是三部分内容 我们先说一下扎布洛南侧这个方向 扎布洛南侧呢 我结合一个图是战争观察 提供的一个图 也就是说在昨天6月9号的时候 大约双方的战斗 还是持余在 罗布林内这个方向 据说呢 战场的描述就是 俄军使用了大量的火炮 在不停的进行炮击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就能看出来俄军 是有备的 有备而来 也就是说他是 比较擅长于组织大的火力 进行面的覆盖 这样他的效率比较高 他不用精准的去瞄准 他把一个地区的坐标提前做好之后 发现你的人 他就对这个面进行打击了 他不像乌军 你去对某一个目标 你得把具体坐标给炮兵 然后再实时射击 这个效率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图 我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位置 罗布林内的这个方向呢 我们说呢他是 离昨天作战的区域呢 是比较近的 大概是9公里左右 大家记一下 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 就这一块田的这个 形状是很特别的 也就是巴尔坦克 在这个区域被炮击 也就在这个区域 所以 他的前进的方 距离呢 并不是特别的多 好 今天呢 我们就把这个方向呢 先跟大家说到这里 然后我们去 说一下马林卡方向 马林卡方向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马林卡的周围是有一些山丘的啊 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啊 在山丘的顶端 俄军修筑了公式 这个公式呢 我认为大概率是两 两种武器放在里头 一个就是狙击手啊 另外一个就是 防坦克导弹啊 防坦克导弹主要打建筑物 我们现在呢 来看一下它的位置 啊 为什么把这张图给大家一块 分享一下呢 啊 最简单就是说 啊 实际上这个 狙击手的作战有两个典型的区域啊 一个是在马林卡区域 一个是在原来的巴赫木特方向啊 这是俄军晒出狙击手最多的地儿 也就是说啊 俄军在周边啊 在这些周边 他放置了很多的狙击手啊 不光是在这个山顶上 实际上很多建筑物里啊 也有 他有很多的照片 如果大家原来看过我的视频啊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 我们看一下这个建筑物 这个 在这个山丘上啊 原来是已经打掉过一个 反坦克啊 导弹 现在呢 是又打掉一个步兵公式 这和我们昨天看到啊 火箭 这个 啊 这个防空导弹发射区域呢 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我们大致量一下啊 大概三公里多啊 所以 他这个区域的 如果是狙击手的话 他可能支持的目标 还是 还是针对上面这个小区的啊 也就是 大概是这个区域 啊 两公里左右 大家可以看一下完整的视频 也就是说他在这个区域的阵地啊 最终是被 啊 乌军啊 用火炮给打掉的 那这个火炮 火炮可能的来源在哪呢 就在我们下一个视频啊 实际上就给大家一个答案 啊 这个视频当中呢 呃 是俄军拍摄的 它主要是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 有一辆卡车啊 拖拽着一辆M777火炮 俄军呢 是利用火炮啊 把乌军的这个 据说是把这个M77打掉了啊 M77打掉没打掉 我不太清楚 可能这辆卡车是打掉了啊 因为最后是有燃烧爆炸之类的 他这个时间间隔非常的长 就是 呃 俄罗斯拍这种片子吧 就是 就是 总给人感觉有点剪切的那种 呃 感觉啊 但是没关系 大家我会把相应的视频 给大家放到说明里头 大家可以根据链接去看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呃 位置在哪 啊 这个位置呢 就在我这个蓝的标这块啊 他处在 呃 这个 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他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 在马林卡 啊 格拉斯诺 格夫卡啊 以及匹斯基 啊 这三个点他都可以做到支撑啊 也就是说他到 啊 马林卡区域呢 大概12公里啊 他到 格拉斯诺的这个区域呢 是 6.7公里 到匹斯基这个方向呢 大概是 13公里 M77的射程最大 最少是20多公里 所以 也就是说 刚才我们看到的 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山丘啊 这个 到这个炮的位置呢 15公里多 所以刚才那个山丘被火炮击中的话 从这个位置完全是可以达到的 所以这个点 他基本就是 顾及了三面啊 当然 这个也有很大的缺点 就是说 你要三个方向都能支持到的话 你这个炮位 可 回旋的余地就比较小 俄军是比较容易能跟踪到你的 而且俄军最终是用火炮袭击的 证明俄军的火炮射程也不短 但是呢 我们大致感觉一下 应该俄军的火炮基本也到了极限了啊 一般俄军的火炮也就15公里左右啊 152毫米的 好今天呢 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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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听我好